大涨常有 而狂飙大牛股不常有 我通过对最近十年 所有快速翻倍的牛股进行分析 发现了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建议您先点赞再收藏 然后认真观看 很多人都想抓牛股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抓牛股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 我来分享三个捕捉超级大牛股的高效战法 学会你也可以变成超级牛伞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 80%以上的伞户根本没有学过 我们分别要讲的是 第一招RSI的率先突破法 第二招头肩底的缩量洗盘法 还有第三招MACD的河边散步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招 什么是RSI在周线上的先知突破法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抓到大牛股 关键是要稳 而且是比较提前 那么稳呢 就体现在周线上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叫基金经理分析看月线 散户高手看周线 大多数散户看日线 那么今天的第一招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条呢 是首先周线上的RSI 他先率先突破RSI的下降趋势线 第二条呢 是然后才有股价突破了自己的下降趋势线 而第三个呢 就是最后周线的RSI突破50 这样可以大量的阻力进场 那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 RSI呢 在周线上的突破法 往往指的是一波股票 经过了持续的下跌之后 跌幅较深 然后RSI的数值也比较低 这时你发现 不仅是股价 可以画一条下降趋势线 下面的RSI数值 也可以画一条下降的趋势线 但是呢 在股价突破趋势线之前 RSI在触底反弹之后 他却先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那么这个趋势线呢 大家同样可以根据股价的画法 去画连接RSI的高点即可 那么第一步突破了趋势线之后呢 随后股价他也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两条时 很多股民就想立即进场 为了能够防止 这里可能会有继续向下 变成暴跌 甚至垃圾股的可能性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两个办法 让你更加安全买入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看到RSI率先突破 这是牛股的潜力 然后后面怎么买呢 传统方法就是我们回踩趋势线 然后再启动去买 但是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 就是你看到RSI它会再次突破50 也就是这里回踩之后周线的RSI再次突破50 这里甚至突破之后还有震荡洗盘 再次RSI数值在周线上突破50 可见这两根绿色的周K线都是极佳的进场位置 从这里买入股价其实低于20美金 后面很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涨到了154美金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招 头肩底周线上的缩量洗盘法 那我们都知道呢 在图形形态当中底部反转形态最经典的就是头肩底 像我们熟知的双底三重底其实都是它的变形 那头肩底周线如何去把握大牛股的提前买入方法呢 首先第一条周线上形成一个潜在的头肩底 右肩呢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左肩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右肩出现时一定要明确的缩量洗盘 哪怕洗的深导致右肩低于左肩也可以 最后再出现两架齐升 我们就可以战略进场了 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大牛股案例 这是蔚来汽车在2020年1月到5月当时的走势 那我们知道呢 它就是股票呢 上市之后先是震荡反复 然后就一下子跌下来 在整个的下跌过程中形成了这里的头部 这里的左肩 然后在这里上升之后呢 来到左肩高点之上一点点 随后立即开始下跌 那我们就知道不管你是算大一浪大二浪大三浪 还是算头肩底 这里的回调很明显 它呢出现了一个缩量的现象 这个缩量非常明显 并且导致这里出现了最近一段时间量的非常低的位置 这就是地量见地价 所以其实在头部往上拉起来 然后回调时这里的重点在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反弹还是真的要走大三浪呢 我们注意如果这里回调缩量洗盘 然后再出现一个量价其升 那么这里就是最佳的买入位置 有的股民可能比较保守 也会等到真正的股价突破颈线 或者突破平台再次买入 但如果你想提前买入 这里只要你能够看到成交量开始出现了量价其升 那么这种信号发生在缩量洗盘之后 就是开始启动准备要拉升的信号了 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一个重点 也是指标之王MACD河边散步法 好多股民最近看到特斯拉长得很凶猛 其实我们这一次能够捕捉到特斯拉 除了知道他是零轴附近之上的金叉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他在河边徘徊散步了很久 那么什么是河边散步法呢 听我慢慢跟你分享 首先第一条 有的时候MACD他在零轴附近之下 反复徘徊就是不能够突破零轴 无法实现真正的双龙出水 但是徘徊两久之后终于再次金叉 并且随后突破了零轴 这样的位置往往是非常不错的 大的波段起点 但是有些股票像这一次的特斯拉 他根本是没有在零轴附近之下 他是零轴附近之上反复徘徊 然后再金叉 注意零轴之上附近金叉 本身是非常好的买点 而如果你的股票又出现了零轴附近之上 反复徘徊 然后金叉 这样的买点就更牛了 他就是河边散步 往往代表呢 股价已经把前面的一些套牢盘和一些福仇 清洗的很干净 当大家都是准备做多 并且不想卖的时候 当大家都是一些坚定的看多者时 一旦市场出现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 也就是一点点看多的消息 就会众志成成一路狂飙 你现在就明白 为什么最近特斯拉能够涨得这么快 那么他有个要求 就是一般来说 当你在MAC零轴之上之下反复徘徊时 它的位置最低 不要低于前一波上涨 百分之61.8%的位置 我们来看图 首先来看一个Coinbase的案例 这是去年8月到11月 股价在经过一波大涨之后回调 然后开始横摆 横摆很长时间 幅度就在一个相对的相体之内来回震荡 这时你发现下面的MAC零线 其实是在零轴附近之下 但是有离的不远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金叉死叉 但是最后在这个位置 特别靠近零轴的位置 再次金叉之后 随后很快再次双线上零轴 也就是双龙出水 那这时要赶紧买进 往往是已经结束了震荡洗盘 或者说清洗复仇 等待了时机成熟 这一波上涨很快的时间翻了一倍以上 那如果你想卖出最快的卖出方法 或者说最稳最快的方法 可以等到双线磁岔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特斯拉最近今年的5到7月的走势 当时特斯拉在138触底之后 快速的反弹到198 然后调整到168 这个位置大概是50%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的回调 没有达到前面上升的61.8的位置 属于合理位置 然后就反复震荡反复震荡 有的股民在这一段已经迷失了方向 但你仔细看一下下面的MACD 其实他从这个位置双线上零轴 也就是双龙出水之后 一直在零轴附近之上反复的震荡 然后出现将死不死 死擦之后呢 也是反反复复没有出现双线破零轴 然后在零轴附近之上再次出现金叉 这个位置买入到现在 肯定你的收益达到了40%以上 那为什么他就很牛呢 因为这一段的时间能够告诉你 绝对是多方控盘 不管是中短期的投机客 还是中长期的投资者 大家都希望他涨 没有人看通他 或者说有看通的也很少 才导致根本跌不下来 那么一旦实际成熟 开始出现金叉后面配合最新的利好消息 在这里就实现了中短期的兑现 你学会了吗 当然我们在发现大牛股时 不能只看图表 如果你能够结合像超级云脑 这样的基本面和技术面 双向结合的AI大数据模型 可以看到 其实特斯拉的估值 即使现在涨到了250附近 它的估值也是正常偏低 只有46 而如果你有超级云脑 你也可以看到 它的飞天模型 也就是飞天的智能均线 和六彩神龙 在最近12个交易日 红柱一直上升 并且飞天均线在这个位置 6月13号前后 有一个四线开花的变盘位置 这也是可以买到经典的启动位置 再结合基本面的估值 可谓天衣无缝 今天的视频 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粉丝 目前我们频道给出的现实福利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大家如果还没有体验 我们的超级云脑的 抓紧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来免费体验预约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张璐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 持续看